你看看數據,我們3月做那次調查, 當時說有計劃移民的人是21%, 這次是20,輕微跌了1%, 跌的幅度很小,大家看到, 但你看到我們前面的問題, 問到他們對香港經濟前景,政治前景, 以至個人自由,有沒有所謂的事, 你看到今次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歌曲, 在這幾個問題的答案, 都有相當明顯的改善, 但你見到這麽大幅度, 有七、八%的改善, 但整體有計劃離香港人數的比例, 只跌了1%, 可想而知,剛才Paul說的那些很對, 究竟那些人說的和他真正在做的, 是否一致,這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其實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知道的數據就是, 政府幾個禮拜前發表了, 過去一年有9萬人走了, 數字去到今年的年中, 6月30分, 但你近這兩個月, 大家留意一下就知道, 在機場那些, 宋別的場面, 特別我和Paul有些很相似的觀察, 就是近這一個多月, 是身邊很多人走的, 因為可能很多人趕著, 是在開學前走的, 走的人相當多, 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朋友, 或者認識的人, 我的學生, 是移民走的, 那當數都是剛才Paul所講的那種, 帶著一兩個小孩那些, 那這個是人數, 就是如果我們將這個, 七八月份那些數計算下去的話, 那個數字可以, 我相信是會比, 就是過去那一年, 年中的數字, 是更加驚人, 這個第二點, 兩成不是一個低的數字, 兩成是一個很低的, 如果你真的計算兩成的話, 就百幾萬人走的了, 是不是, 而且是準備中的, 我覺得這個移民潮, 最高峰期都沒有過, 第三, 這些走的人呢, 其實你在這裡跟, 跟剛才Paul講到, 過往在80年代中, 到90年代初, 那兩波移民潮呢, 那兩次呢, 是主要對未來沒有信心, 嗯, 即是沒有即時危險的, 亦都有九七, 你要走九七年就走, 是吧, 但是現在問題呢, 是很多是, 看到有即時的不安而走的,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不同了, 另一點, 你看到的就是, 剛剛醫院局, 早幾天公佈了一個數字, 其實他們醫生, 是過去一年, 流失了4.5%, 護士流失了6.5%, 醫生是4.6%, 護士是6.5%, 這個是一個很大幅度的人權流失來的, 是的, 很大幅度, 所以, 我覺得現在你最簡單, 就算政府不再扣醫管局的錢, 醫療服務質素都跌著了, 舉個例, 政府有一個標準, 他說你看疫情專科第一次新政, 他是9個星期, 是這個環好期的目標, 環好期的目標, 第一次, 約約, 拿信去約, 他說9個星期, 其實一年前已經去到18個星期了, 已經, 到了最近, 政府公佈的數字, 不過那個親身經驗我自己, 我拿封信去看二科, 我排了, 要排44個星期, 五月底去排, 我排到明年二同節, 4月4日, 我計算是45個星期接近, 那你可想而知, 那個人手的短缺問題, 是相當之明顯的, 最近也有些, 大家看到了, 有位深仲科醫生走, 原來香港只有三個人, 走了一個了, 所以這次的移民潮, 是很值得我們擔心的, 而且那個數據, 我同意Paul的分析, 似乎都未去到最高峰, 我們相信, 如果計算七八月的數字, 會是相當之大, 再計算遠些的話, 其實你看近期, 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這個都是在移民研究上, 很明顯的所謂push factor, 移民研究來講兩件, 就是push and push, 有甚麼推你走, 有甚麼拉你走, 現在香港是沒有甚麼, factor是從外國回來做了幾年, 讀完書回來做幾年的人, 都說要走, 我覺得這個, 我希望政府是, 當然我們這個調查, 我相信我們會繼續做的, 我們希望繼續看著這個情況, 或者正如Paul所建議, 我們會考慮, 做一些更仔細的分析, 我們有機會的話, 有資源的話, 但其實, 當然數據出來才說, 但我們現在從周圍環境, 我們感受到的, 各種反省去看, 其實沒有甚麼是令人樂觀起來的理由, 只有更加悲觀的理由, Benson都走了, 我相信很多這樣的現象, 是頂多留意, Benson你直接加入評論, 好, OK, 回到剛才, 我認為一定有兩種問題, 當然, 通常說, 我們都有個對折, 當然, 如果說, 運動有20%, 有意是離開的, 這個數字不能夠忽視, 當然,坦白說, 香港, 很多人因為, 經濟因素, 家庭因素方面, 或者是, 去睡覺, 他決定不走, 或者走不了, 這個方面, 還有, 我想理解這個問題, 鍾Sir有時都用一個, 現在中小學的情況, 去分析, 當然, 其實如果你說, 有些朋友, 他是低下階層的, 他是住在新界西北的, 或者甚至他是一個, Bank3, Bank3學校的, 可能你完全感受不到, 學校裏面很多老師, 因為移民走, 或者提早退休, 或者很多學生退學, 或者甚至, 會覺得, 都沒有什麼, 究竟香港不是一個平衡時空呢, 這個其實也是, 建基於因為, 社會因素裏面的一些地域, 社會階層, 和學校等級因素, 所以, 我想, 始終文調裏面的數字, 都是一個比較平板, 平板小型, 一個比較看過式的, 一個描述, 但是, 如果我們再要仔細看, 我們真的要靠一些不同的變項, 無論是, 剛才, 王志偉老師所講到, 譬如說, 年齡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項, 另一個很重要的變項, 就是教育程度, 甚至, 當然, 有可能的, 如果他們接觸什麼媒體,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影響到他們, 作出選擇背後的原因, 不是一個, 而是一個數字大流失的, 到第二條, 第二條題目, 我想, 香港社會那個狀況, 都叫做急轉直下, 或者叫做, 轉直下, 我想, 不同的節目, 或者不同的場合, 都有這個認識的評論, 當然, 我想, 現場人, 都不知道, 你可能想, 其實這個, 特區政府知不知道, 特區政府當然知道, 一定知道, 但是, 問題關鍵就是說, 他知道, 同眾不做一件事, 還有, 我剛才開始的時候, 都講了一個譬喻, 就是說, 當一些對政府不利的消息, 就會被視為假新聞, 所以, 我想, 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 一個朝代末年, 一些紛容無睹的君主, 他就是想, 聽好聽的說話, 聽好聽的說話, 聽他喜歡的說話, 對於他一些忠言, 對於一些批評的說話, 是忠言歷義, 那些大臣就會拿出去, 五門抄斬, 這個情況, 那我不止現在, 特區政府高層, 都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也有可能, 這個情況, 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那一樣, 也是會令到, 那個誤判行常化, 這個其實幾年前, 我創作的一個概念, 這個誤判行常化, 是不斷繼續, 就是不論說, 他會不斷用一些推的因素, 推向那個人走, 然後見到那些錢流得快, 或者見到那些人才流得快, 他不會想錯, 怎樣去還留, 他只是想方法怎樣去折, 怎樣去擋, 怎樣去擋, 或者怎樣去停, 但是也有一件事, 也挺不幸的, 就是, 當然可能特區政府, 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香港人走, 我就找, 內地人, 或者叫中國人, 下來, 去到田康國那一回事, 但是, 想一想, 那些精英, 我是叫精英, 蘇科精英, 中國人也叫做內地人, 他就不會再來香港呢? 如果在香港, 和這個, 和這個, 他住在中國大陸城市, 的話, 那些原因下來嗎? 難道, 住小一點好一點嗎? 難道, 空氣差一點好一點嗎? 對不對? 那些很多, 當然是, 等於幾日前, 這個上海浦東機場, 這樣就盡量, 簽證去外國, 那樣的, 所以, 我想, 特區政府, 打這個異議線文, 你香港人走就走, 走散, 找些人來填補, 補充這個想法, 未必他所想的, 一個這樣的懲罰, 再加上你說, 大壞環境, 如果你說, 對於香港, 就是, 相關的一些, 直接投資的方面, 很多外國公司, 結束香港的業務, 因為國安法, 或者香港資訊自由, 受影響, 或者甚至你看到, 國安法搞到銀行, 銀行凍結資產, 就是, 我想, 那些公司不會衝突, 就是, 我不領政治, 不會選我, 我想, 他們都不會這麼蠢地想, 應該是, 也都影響到他們, 對香港的投資策略, 會不會撤資, 會不會分散投資, 各方面, 也都影響到香港, 作為一個, 所謂國際, 金融城市本身, 會不會創造一些, 又吸引你的, 職業機會給他們, 我都叫他們, 香港沒有賺錢, 或者香港, 如果說香港是一隻, 是一隻, 生甘丹鵝, 我覺得這隻, 生甘丹鵝, 基本上這隻, 癌症末期, 都已經是, 反雲伏法術的了, 問題就是說, 你繼續打垮申訴的, 會不會是, 反而令到, 南西包進一步, 更加惡, 會使得更加慘, 所以, 總括來說, 我想, 香港的情況, 也都沒有一個, 所謂, 樂觀未入, 所以,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文字的數據, 或者, 這三個月, 留意, 為何這些數字上升呢, 我又爭吵想呢, 不會覺得, 其實都是, 某程度上, 有部份受訪者, 都是因為, 那個資訊接收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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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是會發射到這個 一個選項, 一個選項,